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劉正 那今天我不當老師 我要當YouTuber 現在讓我們馬上來進行開箱介紹吧 大家都知道 如果同學去參加坊間的這種所謂的寫作批桿 往往拿到的只是一張考卷 而這個考卷上面呢 只有分數跟老師的評語 可是老師的評語呢 往往礙於 這個所謂的老師的一個字體 可能有點潦草 很多同學可能無法知道老師的一個演藝為和 無法掌握該體的重點 那藉由我們這個動態影音批桿 可以讓你完成呈現批桿的過程 跟口說的建議喔 哇 這真的是數位教學的大躍進啊 非常的創新 那現在就讓我跟老師一起來示範 動態影音批桿的操作吧 首先下載我們的超級解放APP 點進去之後呢 先打帳號密碼 進來之後 點選聲論題 再點選看題目和上傳 用下拉箭頭選擇你要的科目 今天我們示範刑法 看題目這邊點進去 可以用縮放的功能 來把題目看得更清楚 接下來按上傳聲論鍵 點選這邊 就可以用相機來拍照我們的題目囉 點選這邊 按相機 就可以來拍攝我們的題目喔 如果有兩頁記得分兩次拍攝 並用直視的方式 按使用照片 下一步 這樣就完成上傳囉 好 老師我這邊已經上傳好囉 嗯 好我收到了 那我們來第一點吧 同學像這個部分呢 其實開票的部分 它寫可能 建議還是寫 成不成立 直接講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部分呢 其實條件關係呢 是有寫到 可是呢 這個客觀規則的部分 其實有三個要件 到底是在哪個要件做排除 這個同學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喔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呢 它是寫說 可能成立未遂犯 那有沒有成立 也是一樣 成不成立直接講 那當然是先講主觀上有故意 而客觀上呢 的確有討論到著手理論 所以這個部分是OK的 而不是在罪責 所以這個部分同學 給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還有其他人 沒有探討到 所以這個部分呢 分數可能會著夠一點 好我改完了 我也穿上去囉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收到老師的回卷 會是什麼樣子吧 回到剛剛的主選單 點選批改回卷 一樣按下拉主選單 點選你要的科目 按觀看答案這邊 就可以發現 老師已經有給予分數囉 接下來按批改內容 點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 老師回覆的內容 這上面呢 是我們的靜態解答 這邊點進去之後呢 還可以縮放大小 可以看到老師批改的詳細細節 再來中間是我們的 動態批改錄影 動態影片點進來 可以看到老師完整的批閱過程 還有老師的親口解說喔 這下面呢 是我們的原始試卷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介紹 就到這邊囉 請到我們的官網去了解喔 這邊 cámara Marc濺 為 freshmen 有充電 有帶和 郊